6点36分 欢迎回来电视早餐 新北市一名陈先生投诉 三月份花了150万元 请设计师烙屋翻修来装潢 但是入住时发现 这个完工品质好烂 不但呢 木皮没贴好 墙壁木柜接缝都是洞 请设计师来修补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陈先生气到不付尾款 设计师决定购上法院 墙壁木柜接缝处到处都是洞 木皮不是裂开 就是粘的不好 很难想象这是新装潢的房子 屋主陈先生气炸 花150万请设计师装潢 却看到这种施工品质 设计师呢 只有在这边打了一个洞 这边左右两个这个洞 中间没有这个洞 可是它左右这两个洞呢 如果我把线 这个电脑的线像这样穿下去的话 它是刚好挡到抽屉的 会被抽屉挡住 根本没有办法用 说说开错电线动不打紧 加重装潢到处是瑕疵 请设计师修补 问题始终还没解决 墙上木条本来上面有凹洞 修过更惨 用贴皮方式修补 边角竟然不够长 厉头墙壁油漆涂得乱七八糟 修补过后也是没有改善 一般人可以接受品质就好 我们问过很多朋友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吹毛求疵 朋友来看的 甚至一些朋友我们寄照片给来看 他都觉得这个非常的夸张 3月14号签约 陈先生分别在3月15号和4月21号各付了60万 又在5月21号再付38万 但如此的装潢品质 让陈先生决定不付9万2000块尾款 我愿意换桌板给他 是他不能接手 他说他要扣我3万块 那我说没关系 那我把整张书桌拿走 你另外再请别人做 他们不愿意接手 一定会告他 双方为了尾款决定对簿公堂 装潢完工品质到底拿什么做标准 看来只能交由法院裁定 中西文流量和林柏渝 台北报道